鄉親父老兄的節目大家晚安 我們中文裡面 不管台語還是所謂的北京議 其實對於處罰一個人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跟角度 第一個 殺人不過頭點地 第二個 罪有應得 第三個 窮扣莫罪 第四個 縱虎歸山 斬草不除根 春風吹又盛 所有這一些都跟罪與罰 這在西方是一個文學很大的題目 在東方 台灣 還是中國文化來說 因為是人情以利 所以他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民進黨的立委陳歐佛 這次在馬英九 在令堂的葬禮上面 是不是白目以外 還有鬧場 如果鬧場 說實在 讓人說禽獸不如 罪有應得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怎麼來看待這樣的一個狀況 都這麼拆下去 跟各位介紹現場國內 第一位 民進黨的立委 吳秉瑞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再來 各位民進黨立委盧淑蕊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公益人士鄭春琦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一樣 資深媒體人鍾天皇 主持人 各位民進黨立委陳歐佛 是 各位民進黨立委陳歐佛 因為堅持要去殯儀館 向馬總統他媽媽秦厚秀女士來 這個葬禮來帝 傳出說他培兵馬家不懂不懂理事 那麼在昨天洪海董事長郭台銘痛批 秦瘦不如之後 陳副部今天出面了 那大家來了解一下 引起馬總統家屬困擾或引發社會不安議論 再次我要再一次深深一鞠躬 向各位表示我最先的愜意 深深90度鞠躬 民進黨立委陳歐佛聲音沙啞 表情疲憊 對外界舉意踏訊 馬總統母親秦厚修女士加計鬧場 再次澄清 總統沒有邀請 沒有喊 但是我有跟總統公共關係室的主任 陳主任確定 他後來說那能不能八點半 我說八點半我可能要主持會議 來不及回來主持 是不是可以改八點 那在他安排之下 我八點前往自己 我沒有不進 也沒有不業之社 更沒有所謂的鬧場 我希望大家能夠 不要再無限上綱 強調是跟府方協調好才去 陳歐佛言談中速度哽咽 不過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 陳永峰反駁 說陳歐佛先透過國安局 要向秦厚修女婿致議 當時國安局就已經表示 沒有公計等儀式 陳歐佛卻執意要來 因此府方是被動在現場協助接待 接下來陳歐佛除了面臨黨團處分 但軍立委也發動連署 要把他送紀律委員會處理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甚至說要贊助宜蘭民眾罷免他 郭董事長呢 關心國事 我沒有意見 一人做事一人當 陳亂水女士 也不發呼應 不設臨場 但是那天確實有很多人去 那我覺得我去的我覺得很對 我是這樣的赤子之心 清天可表 政經不怕破戀 希望大家能夠查明事實真相 各位朋友 陳歐佛道歉 這是一個事實 大家都認為應該的 大家注意聽 他道歉是說 引起整個馬家這個葬禮 說這件事引起了紛擾 也不是說他為了鬧場度限 所以我們也要問 誰對 到底 這我昨天就在這邊也有提出來 就是說白目大概很多人都在講 可是我第一個我提出來問就是說 那麼到底我們講到鬧場的一些 是什麼狀況 今天其實這個鬧場的狀況 所謂的鬧場 到底內容是什麼 先確認一下 這個因為陳歐佛到的時間 這個 漲是在七點就加了 所以我早就說過 因為我們老伯都在三月 去九合辦送書 所以陳歐佛所騎 那個秦後修送品的那個所在 就是我們要揮發的時候 會放一張死者的遺訟在那裡 不要一個水垢 讓人家給你鞠躬一下 這樣而已而已 所以就這種狀況 今天 今天事件的重點 並不在於陳歐佛有沒有去 不在 而在兩個字 就是鬧場 陳歐佛有去不去 就像他講的 宋楚瑜的扶林 陳萬水 他也沒有發婦音 對不對 也沒有發婦文 那是一個臨情議例 所以來到現場 首先有經過 我相信陳歐佛不是 所謂的臨時去 奇異區那個地方 臨時鬧場 不是喔 進場就有經過 第二次進場一天有 國安局長喔 然後包括 總統府的公共事務事主任 都有聯絡過喔 而且時間由八點 敲到八點去 去給他致意嘛 就OK 這個部分我覺得 並沒有違反 所謂台灣人的臨情議例 是 沒有 這都完全沒問題 重點是在鬧場 兩次 現場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 那個圍兵地 我相信 聽說連媒體也跑了 現場那時候 馬英九 馬家人 因為家座做生日後 火化廠入以後 他們就先離開 馬英九就先回去關閉了 是 所以這關總統 因為火化時間 差不多一塊接近 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完畢了以後 他還要來 所以這段時間 陳歐佛起的時候 我相信 可能包括媒體也沒接到 媒體也沒 林堂差 人都走 現場 我們現在看到有的面子嘛 那麼現在 這個事情已經不是 普通一個小事情 所以 麻煩 總統府的公共事務事 把這個所有的 錄音帶 包括聲音 整個都放出來給大家聽 全國大家聽嘛 如果陳歐佛 有咆哮 鬧場 這些給人送家 給人家主人家 阿歐伯來 那陳歐佛就立刻開除黨籍 我都贊成 如果沒有呢 如果沒有呢 首先有跟你們安排 有挑事情 挑時間 來整理九十多對不對 當然 陳歐佛的這個行為 我們認不認同的是一回事 包括說 主人家好像不拿簽名 破來簽名 包括沒有用水 那個是他個人的意見 對不對 這個地方得不特地 那另外一回事 我說這件事就是 鬧場兩日 總統府要敬明 確實有鬧場兩日 否則這件事情 就沒有辦法還 這個所謂陳歐佛跟民進黨 這個公党 所以我為什麼特別起座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 如果馬家包括馬總統 跟他的姐妹們在佳記 因為每天是這樣寫 衛聯合報 聯合報 是這樣寫啊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郭總 郭董也這麼認為啊 人家你嚇一下 你給人家咆哮 給人家鬧場 我覺得用禽獸不如 這事可能還不夠重 可是問題是 我們先確認一下 內容是什麼 結果今天比較清楚了 羅伯元 馬家包括馬總統 人都走了 夾記結束 林棠也拆了 然後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說 是要說他是鬧場 那我覺得事實拿出來 讓陳歐佛也不能去辯論 我沒有鬧場 那不是這樣 我們要先釐清 什麼叫鬧場 我們台語就說 你是不是來亂的 來亂的 沒有鬧場 還要亂的 不是說你去咆哮 你怎麼叫亂的 你看你第一個 總統府已經對外公佈 說我們不設靈堂 也不公祭 都沒有 現在都沒有 所以大家看到 沒有任何一個 藍軍的立委去 因為總統府硬公佈 這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 到底陳歐佛 你為什麼要去 這大家要出口 譬如說我們都是民意代表 我民意代表 我會去跟參加人家說這個 有幾項 第一個 是我的選民 陳歐佛選民 你陳歐佛選民 不是嘛 你宜蘭 他在文山區嘛 第二個 有人拜託 譬如說有的 不是我的選民 大家拜託 第三個 我當然有很深的情誼 說朋友親家朋友 這樣我們再去公祭 你今天第一個 你跟陳歐佛有什麼關係 第二個 有人跟你搖籤也沒有 其實剛剛總統府的公共關係室 主任他有講 他說 本來國安局就有跟他說 總統沒有辦公室 你不要來 他只要去 所以說他是被迫接待他的 這要搞清楚 他說他要去 人家有跟他說 國安局說 沒有說 大家都知道 不說是 差不多全國都知道 甚至有人在批評說 我們總統有一個老母親 怎麼這麼簡單 就是我們尊重商家 人家商家 說記得人家不要說 你去 就說他那個動機 你去要做什麼 當然他講說 因為他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招委 總統府是一貫的 就是說這是他們的委員會了 所以他要去 但我要說 你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你所主管那些部門 你看你這裡有外交部啊 你有國防部啊 你有很多 羅永我剛剛的問題是這樣 很多人像 包括綠營的人 綠營的支持者 就認為陳文博真的該死 所以我要問就是說 那你所謂的鬧場 你讓我講 我的意思說 你這個動機很奇怪 那我是認為 我個人的看法就說 不錯 不然不然 你是要去作秀要做什麼 但有嚴重到說 去給這個 郭董說的 情瘦不如什麼 我寫大也不必 沒那麼嚴重 所以說 他很奇怪 就很奇怪 也開玩笑的說 是不是去卡路 他也是這樣做 我們去那是要做什麼 你目的在幹嘛 我抱歉 因為我剛剛我講到 我為什麼用咆哮這兩個字 不是我講的 是盧嘉誠立委 在他提案裡面這麼寫 那為什麼是說 既然你這麼寫 那如果這麼做 叫叫應該的 對不對 那問題就是說 如果沒有咆哮 你給他寫咆哮 如果沒有去 照你剛剛這個講的話 這個鬧場跟大家的理解 是察覺蠻緊張的 我先幫你 剛才羅委員說 我再說一次 三個月 他到我們家 到別的四年了 對不對 我沒有 我沒有要請 我也不是 他的選民家 民意代表自己走來 我說坦白 也是有啊 也跟我都完全無關 我也不知道 這是民意代表的一個 民意代表的一個 等於說特性的地方 但是沒有邀請 自己走來 你也可以說 他北北何必做這樣 但是跟鬧場是不一樣的 是 鬧場給人的感覺 就是來亂的 如果說我沒聽到 就是來把你鬧場 鬧場給你鬧 很不得體 那個跟我們現在所認知的 咆哮是不一樣的 是 春吉現在是這樣 陳和勃面臨幾個難題 第一個就是郭董說 我出去宜蘭 人家給他把面 錢我來出 第二個 民進黨來對他現在 也有益處的聲音 蠻大的 第三個 國民黨立委盧家成 他已經提出來了 要送紀律委員會 那麼有很多人也已經簽名了 所以我一開始就在問 如果他真的做這個 那你也要先證明 他做這個事情 那其他 要給他把他拔到去 那個拔到才實在 怎麼樣 春吉 我看這個新聞會持續 鬧這麼大 是因為郭台銘那個雷霆一擊 這個新聞才會持續 要不然一開始 大家也是譴責他 民進黨也譴責了陳歐破了 那還會再弄大 既然弄到這樣 我是覺得說 那只好大家來扮演 偵探柯南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 那到底有幾個疑問 我同意剛剛羅委委員講了一部分 就是說你陳歐破為什麼要去 這個還是要弄清楚 他是我赤子之心 青天可表 他也舉陳萬水的例子 我是覺得你可以講得更清楚一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那一天現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他也是盜竊的 他也可以把它講得更清楚一點 我是覺得陳歐破 如果覺得說他不是鬧場 那他應該 因為大家怪怪嘛 因為從一般常理他去的邏輯是不太通 這個人做的真的很白目 他就把自己那個白目講得很清楚 他如果赤子之心 青天可表 我覺得他這一部分可以講得更清楚 如果你是怎樣 要不然大家從動機 沒台沒機你走去 那一定是有政治意圖 那你政治意圖真的是碾箱嗎 那還是說你要幹嘛 第二個那個過程是什麼 我覺得他應該詳細描述 那我剛剛看那個一開始這個 我們瑞澤在講說那個鏡頭 我就開始想幾個 那個是誰拍的 這些現在看到的 這個誰拍的 總統府攝影官 是 那他為什麼要拍 那個內容是什麼意思 我是覺得要更清楚 他為什麼要拍這個東西 那我更要問的是說 陳歐破被定性為鬧場 那大家後來群情激憤 是怎麼來的 是商家事後知道 雖然你剛剛講說 馬家人都離開了 他們知道說很不爽 商家自己主動表示不悅 什麼這個時候來了 是來自於商家說來鬧場不對 這是一個 還是說在旁邊幫忙智商這些人員 覺得他來鬧場主動 然後對媒體講 因為這個是媒體爆出來的吧 還是第三 這個媒體記者 我聽如果說趙先生講 剛剛那個公共事務事務拍的 並沒有媒體在場 那他是怎麼知道的 那他知道之後給他定性說 再來鬧場 把他爆出來 我說如果要追根究底 兩個過程 一個是那一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剛剛那個 講清楚 第二個這東西怎麼出來 被定性為鬧場 定性的人到底源頭從哪裡來 如果商家自己本身覺得無所謂 旁邊狗拿耗子 這個耗子本身到底有沒有到鬧場地步 如果說公共事務事也沒有 那那個東西是怎麼跑出來的 那就會開始想說會不會是社局 因為我聽他用來說是社局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當然陳沃波自己這麼很奇異的 一個很詭異的行徑到那裡 我覺得你最好一開始把自己源頭解開 如果你解開之後後面 那這個東西怎麼來了 誰定性鬧場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最清楚 是 你又已經嚇死了 話都說不出來 各位朋友 民進黨立委陳沃波最近的爭議言行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不但直接批評 更點名立法院院長 翁建平 民進黨黨主席 索定雄前主席 蔡英文都要表態 大家來了解一下 郭台銘喊話 要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管管自家人 我呼籲民進黨 將來不管你是現任的主席 或是即將要選主席的 請你在這個事情上面 說出Yes跟No 說你贊成 你還是反對 陳歐波委員的行為自主不當 那今天我們看他出來道歉 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態度 不過進一步的處分 尊重立法院黨團的決定 孫昌說 陳歐波道歉 黨團益處 希望事情到此為止 但郭台銘卻是越罵 火氣越大 連進來群眾運動流行 路過中正一 路過藍尾服務處 甚至路過中校東路 他也無法接受 台灣不需要路過 不需要鬧場 我也不會糾縱 我將用我的選票 我呼籲 大家用選票來制裁 路過基本上是一個 為了幫黑幫這個漂白 發明出來的一個名詞 那我認為郭台銘 你當初這麼用力的推薦馬英九這個蠢材 那今天你是不是也要為你當初的這個推薦 負一點責任呢 習近平 郭董共共賣 共共賣公親的秘書主 那我請教我們現場有這個民進黨的理會 這個吳秉瑞 請問一下 郭董點名了 蘇貞昌現任主席 前主席蔡英文 你們都要出來表態 其實郭董還說學運的學生全部都出來表態 那到底民進黨現在對這整件事情 陳歐伯的態度是什麼樣 這不勞郭董這樣講 我們第一時間中央黨部就已經有表態了 他認為去年鄉不需要 自為不當 那怎麼處理交給黨團處理 我們黨團成員禮拜五早上會開黨團會議的時候 會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黨是早就在他講話之前就有一定的作為 那郭董他顯然很關心 很想要處理這件事情 那他處理當然有他的角度 我個人倒是有一些看法 我們台灣人在說順豬人魚 比較好人客 這個馬總統他母親過世沒有要辦公祭 只要辦家祭講得很清楚 所以覺得我是認為大家都不要去 那陳歐伯委員他是一個 本來就比較特殊 特意的做法 我舉一個前面的例子 江儀化當行政黨第一次會期 他請立法委員吃飯 所有的民進黨的立委都沒有去 就只有陳悟波去了 所以他的這個 這可以說是他的想法不一定跟線下的這個 當下藍綠氣氛那麼僵 搞不好他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他沒辦法幫他揣測 那我常常聽過一句諺語說 在隊伍裡面跟人家踏不同的步伐 是因為他聽到不同的鼓聲 他心裡想的不見得跟我們一樣 不過回過頭來再看一下 就是說剛剛你有提到 如果人家會摸他不是看主人的手腕 他有跟公共事務室聯絡 公共事務室有答應他就算是很不爽 就是說人家就跟你講不要來 但是你還是要來 最後他就妥協說好那你八點半來 那後來喬到八點來 可見公共事務室早知道他又來 來了之後其實也就是上 就是拜個拜 舉個功 這都很OK 可是這時候陳悟波如果照媒體報導 他有意見了 他說你怎麼沒有拿步子給我簽名 那我這個照商禮的習慣 我舉了功之後 台灣人習慣要有一個禁守 這是這麼說我補充一下 商家有禁忌來至上的人也有禁忌 所以陳悟波是拿台灣人的禮俗 在complain 我剛剛那個畫面 那不是在咆哮 他只是在表達他的意見 因為像我這種個性很激動的人 如果增強便吉的時候 絕對不是講話速度那麼慢 然後還是跟他表達意見 所以我是說從畫面上 可以看到那個故事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沒有拿出新的畫面 說這個有咆哮 有鬧場 我是認為還購不上 因為我認為對鬧場的定義 大家不一樣 我是認為有complaint 有一些抱怨 但是他的抱怨的出發點 也是要提醒這些招待人員說 依照台灣人的禮俗 要有提名 要有洗手 不敢說白白 跟這個人提醒 所以說起來你看 他的行為就是很白白 但是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媒體第一時間立刻把他定性為說 這是鬧場 我覺得是媒體刻意在要引起藍綠對立 不如禽獸 這樣就不好了 就變成罵來罵去 那問題就不好了 是 因為我看到那個 晚報寫說鬧場 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人家這邊在上香 人家在做家計 你在旁邊開開叫 大小聲 沒這個沒黑 我也覺得 那其實用禽獸不如 四個字可以形容 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要一刀砍下去之前 是不是要先問一下 他做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陳若破委員很可惜 他今天大可以有一個機會 應該把當天現場的狀況 具細迷移的 跟所有的媒體朋友交代 因為他是當事人 他不講其他外人 很難去幫他還原現場 因為我們現在的重點是在於說 因為他跟公共事務室的主任 陳永鋒協調是說八點鐘去 我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公共事務室主任 知不知道第二天八點鐘 其實所有的儀式已經結束了 那總統的家人 都已經離開現場了 公共事務室 應該知道 那他叫陳若破 在家人都已經離開之後才去 的用意是什麼 他的用意是什麼 那今天我覺得這個事情很簡單 有一個小朋友 他不是放學回來 肚子很餓的 媽媽在煮菜 肚子很餓 他撞不住 媽媽還沒罵吃飯 要去頭帶 倒上一塊肉吃下去 媽媽看到 說你頭吃東西 就因為這樣 要餓他三天不准吃嗎 或者送警察盤 對 不是嘛 我們一直在強調比例原則 陳若破不應該去 我覺得他也去得莫名其妙 是 那今天有沒有必要 是得到這樣的對待 那再來 郭董在罵陳若破禽獸不如 可是我提醒一下郭董 你有沒有瞭解整個事情的真相 還是你只看了媒體的報導 你今天點名那個點名那個 說要出來講話怎麼樣 郭董也許你在富士康管理130萬員工 當王當冠了 對不起我們不是富士康也不是鴻海的員工 這些人沒有義務跟你報告 也沒有義務跟你說明 可是今天如果說 有人利用陳若破這個過失 我不管他是無心還是有心的 去做政治操作 我覺得操作的人 才真的叫禽獸不如 是 好 我們這段新告家 休息一下 我從來繼續 謝謝 不滿路過旅學長服務處 被告公然侮辱 加重誹謗 學生團體大動作 召開記者會反擊 因為那天我們拿麥克風 我基本上不知道 為什麼旅學長委員 他特別的對我提告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要告的話 也沒有什麼關係 對 因為基本上我也是覺得 他是個縮頭烏龜 那我還要再奉送一句 我覺得他不只是縮頭烏龜 他還是個草莓豬 因為身為一個擁有公權力的立委 其實無法去面對來自於公民的 這樣的質疑 然後就奉而提告 心送 我覺得這是非常沒有政治承擔 沒有社會承擔的一個做法 呼籲我們旅學長委員 其實不要用這個法律 作為這個動嚇公民的這個武器 縮頭烏龜 這個是一種戲虐式的語言 這個都是屬於在 對於公眾人物的一種意見的表達 那其實我是建議所有被列入各欄委的委員 全部集體起來一起告 大家一次把它算清楚 我就會覺得比較清爽一點 不然的話 因為我們律師跑不完 我們現在自從組了這個律師團以後 現在生意應接不暇 在網路上你罵人家都 那我們判例上都是有罪的 何況是說很具體的作為 今天又證實了再一次的作為 大家已經有點軟頭沾滾了 打蛇水棍上了 越來越放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必須要制止 國民黨立委則是質疑 募資戈欄委難道就沒問題 這個在網路上發起罷免的募款行動本身 已經抵觸違反政治獻金法 假如他這樣的一個報紙所說的這樣的一個事實 那我們認為他是違法 他的募款的途徑 是可以容許接受中國大陸的資金 近來從事台灣的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 可以罷免我們台灣的立法委員 我認為他已經是國安問題 所以你們現在應該要專案來查辦這件事情 募資戈欄委行動 國民黨立委要部會 硬起來辦到底 好 各位朋友 我們劃分兩頭了 第一個就是說 呂學章說 你把我馬縮頭烏龜 這個是損壞我的名譽 把你告下去 各位朋友 其實從懸運結束以後 用警察 用檢察官的這些傳票 再用告的法律途徑 其實一波又一波 另外我要請教一下 這是不是一種典型的秋後算帳 這個顯然是 那除了是國家公權率發起了之外 我的感覺上是幕後 有一隻看不到的黑手 一直在鼓勵這些人 你就去告就去告 那是不是一個集體性 或是一個有計畫性的行動 我不清楚 但是其實我覺得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其實謝老師你也很清楚 我們也都這樣被告過 那我們有害怕嗎 沒有 所以其實我相信這些學生 大概也不 我贏之前 我有點害怕 因為每一次都是 兩百萬 兩百五十萬 再加四大爆燈廣告 你如果每次都輸 超過兩千萬 他們是心裡是想要達到這個目的 那當然每個人都很討厭上法院 因為上法院你要花時間 花精力去準備一些資料 而且那個心理上的壓力 是一定有的 這個我們必須承認 但是你不可能說 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怕你告 所以我就從此就閉嘴 就不講話了 我想這還不至於 那今天我覺得 未養的部分 那既然呂學章委員 他卻很堅持他要告 那他有他的權利 我們也不能說什麼 我們只能說 你幹嘛去跟一個大學生 去做這樣的計較 因為畢竟他一個學生 如果是我 我是不會去提告的 那再來 我要回應一下 吳俞生委員這個所謂的 中國資金的部分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我嚇一跳 我以為是民進黨立委在質詢 因為向來都是在野黨 比較擔心中國資金 來影響台灣的政治 什麼時候 國民黨委員也開始擔心了 表示他認為這種事情 其實是有可能的 對 那吳俞生委員 我覺得他這是蠻緊張 因為以被連署罷免來講 立法院裡面就屬他最有經驗 因為他已經被連署過一次了 雖然沒過 但是這是第二次 他今天講的那個詳細內容 我回來看一下 我覺得我差點笑出來 因為他們有一個募款的帳號 那有接受很多信用卡的捐款 其中有一種信用卡 叫做銀聯卡 那我們知道銀聯卡 是中國非常通行的一種信用卡 就跟台灣的這個Master Visa一樣 他說銀聯卡是中國 因為台灣人不太可能會有銀聯卡 所以是中國的發行的卡片 所以你接受銀聯卡 這個中國資金 有可能因為這樣 透過這個管道 影響台灣的政治活動 我一看我覺得 吳醫生你好有道理 我仔細的去了解了一下發現 第一 要連署 從提案連署到投票 只有 該選區的選民有這個資格 所以不用擔心 有中國人會來投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後來這個歌籃委行動 他們也很快就查出來了 一萬多筆捐款裡面只有兩筆 一筆來自銀聯卡 一筆來自支付寶 那很多人有在網拍買東西的人 大概就知道什麼叫支付寶 他是一種第三方支付的機構 那個其實兩筆加起來是1500塊錢 占所有一千萬的百分之零點零二七而已 那你說好 中國資金真的要這樣影響 台灣的政治活動 他只會影響零點零二七嗎 我認為這兩筆大概就是台商 或是說現在人在中國的支持 這項歌籃委行動的人 他很踴躍趕快第一時間 利用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來捐款 那所以這個歌籃委行動 林先生最後講了一句話 他問吳委員說 這個違格也可以接受銀聯卡 那不曉得要不要也調查一下違格 我想請教羅委員 一個是吳豫生 他提起來說 這可能有中國資金可能是違法 另外一個呂學章 他說你們怎麼可以說是說得無歸 一個告一個說 你們跟中國有可能勾結 這可能犯法 這是不是另外一種類型的 反擊或者反撲 或者是說他們有嚇到 所以要反擊 我想到底他們收這種獻金 就這種監款 到底有沒有違反政治獻金法 那這是法院才定的 對不對 我們也知道很多 包括一些警察局 或是一些地檢處 把移送到法院去的話 有些認為以為說 那個會收押或什麼 後來都沒事 內政部長陳薇 已經說這個是違法 如果在外面講 他說違法就趕快去辦 我覺得也不是說他說 因為這個還是要去處理 要去那個 有沒有違法 那法律寫得很清楚 一環兩正眼 也不是說誰說了就算 我就覺得 畢竟台灣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你一切還是依法來處理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我是認為說 已經夠亂了 不要再亂了 趕快恢復平靜 就是說 大家趕快恢復平靜 那怎麼樣的 往前走 那台灣的台灣的一些 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對不對 立法院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大家包括胡茂要怎麼辦 包括那個兩岸建築條約 要怎麼辦 當然還有很大的什麼 聯金改革 什麼一大堆的事情 那你說 他說去告 告來告去 人家說遭告 是勞民傷財 那為這樣 當然被罵的人 當然不爽 那他有權利去告 可是我是覺得 又怎樣嗎 像我們也是一天到晚 在被人家罵 對不對 那罵就去告 罵就去告 其實沒有必要 我是認為沒有那個必要 就是說 大家已經過去了 那趕快恢復平靜 那向前看 那怎麼樣去處理 包括什麼學生 什麼割籃圍什麼 其實到最後又怎樣呢 我了解你的意思 就是大家都點點 但是我問一下 那個春其兄 這個是立委 不是一般人 立委被人家說 是縮頭烏龜 他覺得他收入 我要告你 這樣子嗎 我對那個組織 沒什麼興趣 但我是不同意 羅委員剛剛那個講法 他說他趕快過去回歸正常 你大概是裡面 藍營裡面算問政 還可以啦 封評還不錯了 你這樣講 你是為什麼要幫那些 問政很爛的人講話 你平常不是很氣那些人嗎 那些人就是表現不差 不佳 我是覺得這個是這樣 因為前陣子這個學運 佔領整個立法院 說真的整個立法院 有藍的有綠的 他是個集體做一個總體 他現在是涉及到個別化 涉及到特定的人 然後用罷免可能真的是 而且看事比前面更強 為什麼吳玉森這麼緊張 所以很有可能 這次是罷免可以成功了 我是非常積極主張 應該這樣子 那什麼叫亂呢 今天郭台銘書要罷免成歐部 我也非常支持 那這個如果說 這個綠的立委 或者甚至什麼台聯 什麼黨的立委不行 人民就是要起來罷免他 就是要給他教訓 就是要給他壓力 叫他該低頭就低頭 那有些人是怎麼樣 他嘴巴很硬 而且就是一副他都 明明大家很多人都認為錯了 表現比他更好的 就像你這樣的人都覺得 不太算了吧 他的嘴巴那麼硬 這樣跟民意相違背的人 為什麼不能夠給他教訓 所以這個不叫亂 郭台銘把兩個層次混淆 至少郭台銘沒有講罷免 他出來主張罷免 他對路過那個可以討論 所以罷免是我們老百姓 本來就應該行使的 而且過去就是沒有進級履級 所以這些立委 經常在那邊胡言亂語 然後經常做事不負責任 然後我們老百姓拿到沒辦法 這一次是因為真的 可能威脅到他們 所以他們當然開始反擊了 當然開始反彈了 所以我認為這是好事 應該繼續加碼 至於說這個時候 如果吳毅森面對民意檢驗 不要去找什麼政治獻金 我剛剛問那個很有趣 問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說 如果照報紙講的 他們應該會 你馬公叫播照共 那還好 照報紙 那你要去弄清楚 就跟前面陳歐柏 到底那個鬧場 是哪個媒體弄出來的 我覺得應該去弄清楚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好事 大家不要覺得這個亂 當你說亂 你就幫那些人過關 幫那些苟且 幫那些亂搞的 這個立委過關 這反而不好 那整個問政沒有是非 沒有品質 所以我是學生這一部分 大家應該全力支持 然後也檢驗學生的能力 那同時檢驗我們的罷免法 那我認為有人不滿意了 是吧 如果挺吳毅森的 你們不要簽名就好了 你不要去支持那個罷免案 如果有人覺得說 其他的這個綠色的立委不好 你也去搞罷免他 我覺得 做人站在人民立場 去監督這些是好事 說亂的人是有點問題的 現在聽說已經有人開始在問說 郭台銘先生 不然我們欠一段時間 可以上次來關一下也不行 總而言之 這其實是一個嚴肅的話題 那麼在民族政治裡面 怎麼進行 當然整個社會都有全力參與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我同學上 謝謝 因為不滿台灣省政府閃電派任 郭冠英擔任外事秘書 台聯黨南投縣黨部主委蕭文靜 率領多位支持者手持海報 質疑省政府護航安排短期公職 方便郭冠英退休後 可以領取高額退休金 外面怎麼講 這是外面的事情 我只能把我縣的分內的工作 我沒有什麼退休的計劃 我這方面都沒有意見 我完全是遵照國家的法令 公開尊審 公開尊財 禁用這個人士 這些都合乎行政的規定 好 這個秉瑞兄你如果做過法官 你法律的邊 怎麼來看這些事情 我第一人先說 我認為呂學章去告這些學生 說他縮頭烏龜 這個是爛術 因為是不會成立 為什麼 對於公眾人物要更高的接受批評的啞亮 更何況是政治人物 那縮頭烏龜是一種態度 代表說你遇到事情是不敢表達意見 然後鎖起來 那講到這個 郭冠英這件事情 我認為裡面也有縮頭烏龜 敢做不敢當 到底是誰變成這樣子 這個是旅學生那件事情 對吳玉森事情我有意見 別人可以問 因為今天是要罷免你吳玉森 你在那個地方問內政部長 你連迴避都沒有 你連迴避都做不到 這更可笑 再來就是郭冠英 我的父親是一輩子做成是行政工作 他跟我為了郭冠英這件事情 特別打電話給我跟我講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公務人員 被工程會撤職 他是被監察院彈了 送工程會之後撤銷職務 撤銷職務就是沒有職務了 還再回頭再來任用的 全中華民國從以前到現在 就只有郭冠英一個人 所以這是很不合理 而且也不可能 你去用一個人他能力再高 可是你跟你講說 用了五十天之後要退休 這個人你要用 然後他用了這五十天要領退休金 要領幾百萬五百萬一千萬 還可以領越退越退來算還更多 這是看國家之鎧 難怪剛剛那些人講說 你是不是想要圖利他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 你用了這個什麼 很官媛堂皇帝 那秘書他那邊講說我這個合法 我跟你講我認為不合法 而且這件事情 更嚴重的是那個心態 你如果今天這個郭冠家的錢 是你家的錢 你會這樣用嗎 林鄭哲你又不要出來說清楚 但是大家都知道 大概不會是林鄭哲 背後還有以無者 就是你講的背後還有沒有縮頭烏龜 是 來 這個領得 來 以後我們打電話問郭董 看這件事情是不是 讓人家人神共分 但是這件事情 郭冠英這件事 整社會大家叫得比較想 對不對 這主要的原因 不要跟我講說 你是按照國家法律的規定 所以你去這個公開爭裁 對不對 公開考試 公開錄取 郭冠英的外語能力 我當然知道郭冠英外語能力不錯 要不然我們會住 那個加拿大多倫多的這個辦事處的組長 問題是在這裡 這櫃是怎麼來的 這櫃不是本來就一櫃 是 這櫃是怎麼來的 是 有人 我相信不是林鄭哲啦 林鄭哲不要這樣說是你啦 是 這櫃是本來沒櫃 特別為了郭冠英去識一櫃 是 識一櫃之後去科技 科技之後 郭冠英他外語能力強 所以一定條 對不對 所以條嘛 所以這種狀況下請問一下 這櫃除了這個樣子之外 好 還有就是說 我們公務人員第27條 那個任用法裡面有規定嘛 對於快借退的人對不對 你要有一定的法律規定嘛 你明知道 難道你對他的年紀 他的報名的時候 他所有的一切 你的資料你都沒有嗎 什麼都不知道 還有 就算你要公開合法的去考試 我也不反對啊 是 可是 我為什麼要去任用一個公務人員 就是我的這個單位 有需要嘛 是 有需要 所以才去考試 所以考進來了以後 考進來了一個45天的嗎 不可能嘛 是 如果要這樣的話 那我找派遣公公 臨時約聘僱就好了 所以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 出了這櫃 這櫃 擺明了講坦白的 過去我說坦白的 過去有很多櫃 都是鎖定給特定的人嘛 是 那我們一定要查出來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情太了 太太 因為是人謀不長你知道嗎 是 郭冠英 他因為被工程 被那個等於說 彈劾了以後呢 他撤職 可是你要知道 公務人員裡面的 那個資格有規定 他除非內亂外患 跟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是 否則他公務人員的年資啊 可以繼續的累加 可是 如果你沒有在公務人員的資格上面 退休的話 不好意思你不能領錢對不對 是 所以為什麼 製作一個機會 讓他可以在公務人員的資格上 退休 還可以領月退 是 這個羅委員 為了一個需要 大費周章 結果那個需要幾天 需要五十天就結束 那不行呢 所以代表說這個職務啊 根本不需要嘛 因為五十天 五十天那個人做了就要退休了 又要重新考驗 所以 是更不可能嘛 是 而且剛剛沒有 他不是考試喔 他沒考試喔 是 是 他就是整個征選 就是來大家評分評分 竟然評他最高分 是 那應該就把 那些真事委員 看看哪些人嘛 是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最高分 是 當時再來應是好像有五六個人嘛 是 其中還有一個年輕人會四五種語言 沒錯 是 四國語言 為什麼 為什麼不用他呢 所以 一定要罵過台八字才行 而且可惡 所以大家沒有辦法忍受 尤其現在五月份大家要繳稅了 真的繳得心不甘情不厭 是 你今天你罵我們鬼島 罵我們台八字 那你還有拿到鬼的錢喔 是 還有新台幣 對 你還拿我們鬼的錢喔 我們是不是應該 送給他另外一種錢 是 所以離譜到極點 是 那你今天我們都很清楚 假如是我家在開公司 我的錢 是 我會用一個五十天就要退休 我還要給他五六百萬 是 他假如你夜退的話 夜退他一個月八萬塊 一年九十幾萬 是 他假如一命還有二十年 因為我看他那個白白撞撞 應該很長面百歲 兩千萬 兩千萬 而且萬一他又先過世的話 他還給人一半 是 那你說我們怎麼會心甘情願 把錢給他 是 那你現在看到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二十二K 看到這個樣子 那大家會不會 呼氣呢 所以假如沒有那個 宴氣友 沒地方花花 那當然會不會再路過 當然會路過 假如大家去路過 路過郭冠英那邊 我是支持的 是 另外 林鄭哲上面有沒有 縮頭無歸 我就這麼講 我覺得林鄭哲 你身為省主席 你這件事情 你已經回避了這麼久 從這個新聞 開始被接諸之後 到現在大概 經過幾個月 是 台灣省政府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說明 為什麼我這麼說 我們都知道 今省之後 省政府的人事 基本上 他是欲缺不補 因為他就是要 利用時間 慢慢的把這些人事 全部消化掉 是 那這個缺 郭冠英這個缺 叫省政府的外事秘書 是 在郭冠英之前 從來沒有補過 都是由外交部 一位科長來接的 因為說實在 也沒什麼事 那我的研判 在郭冠英退休之後 這個缺也不會再補了 50天就夠了 因為不需要了 好 省政府第一時間的解釋是說 因為我們有人力上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找人 好OK 如果你真有人力上需求 你要找人我同意 是 可是你有人力上需求 你會找一個50天 就退休的人嗎 只有這50天需要人 50天之後就不需要了 那在這50天之前 你也不需要 這個完全沒有辦法說服我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省政府 真的 出來把事情講清楚 因為民進黨立委 已經去提告了 我覺得你現在不講 將來到法院 你也要講清楚 所以你這個事情 不是說你就躲起來 然後人家路過的時候 你就派警察在那邊 舉牌說行為違法 這樣沒辦法解決 這樣只會越來越多人去路過 所以你要怪人家路過 還是要怪那個 讓過關陰 去命中 雙人兩千萬的人 所以我想郭台銘在講 那些什麼路過 什麼東西 這是沒有 這是顛倒是非 是因為有些家 胡為亂做 有些我們政府 亂七八糟 老百姓才要用路過 路過已經很客氣 要閃躲法律 嚴格講我們都應該 明正嚴肅的 明股而公知 公然黃人就闖進去 郭董都應該支持 郭董你把是非弄清楚 如果我們政府做得很好 這些家路過就是無聊 沒事找事 你自己對政府也有很多意見 你不敢做人家做 你今天還加入政府 來譴責這邊 你罷免陳歐柏這個動作我支持 可是你這個事情 我就覺得你在搞什麼東西 你批評別人 人家要批評你 出來把話講清楚 你到底知不知識路過 你憑什麼不知識路過 我就跟你講路過是對的 如果你反對路過 我認為你是錯的 不信大家來辯論好不好 那至於郭冠英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說郭冠英 你也像個人才一樣 平常一副很有膽識 你在媒體前面講那種話 你覺得你能夠說服人嗎 如果你不能夠說服人 那就表示你有鬼 你真的不是因人設事 真的是那個按照程序來嗎 如果你是因人設事 你在那邊公然在那邊扯 你還像個樣子嗎 你趕快出來堵得走 如果你講的不是實話 有隱情 你是不是覺得 覺得是不得好死 你有沒有踹一下 踹一下拳 這比較有公信力 那更重要的是 這個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要這樣子仇用它 我要問不管是 除了兩個一個是誰之外 更重要的是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一看就知道 不對是很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會發生 這才怪了 先不管誰弄的 可能是林正哲 或者林正哲上面的 我們要問 誰可以這麼樣膽大妄為 拿老百姓的血汗錢 然後這樣仇庸吃人 然後破壞體制 為什麼可以這樣幹 為什麼要這樣幹 你是不是在 也許我舉個例 這人願意當打手 願意當走狗 我就強力靠賞他 不問是非 你靠賞要不要拿你家的錢 你拿公眾的錢 去靠賞這樣的事情 我只舉個例 那我就猜不出來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這個因為沒有交代 我是覺得這下面 那個才是更恐怖的 國家的公器 國家的名氣 可以拿來做這種 這麼不正當 這麼不對勁的事情 這是什麼人 這是什麼心態 國家如果有這樣的人掌權 像話嗎 來 林國修 其實我是看到那個郭冠英 郭冠英這個案子 其實我心裡面是看著很憤怒 而且接受我們政府 到底在幹什麼 你今天你可以為這樣一個人 設一個職務給他 那你怎麼對那些國道收會員呢 那些國道收會員到現在 到現在還沒工作 到現在你要演通 演通他說 他有找他的一些關係系列 他說他釋出了很多職務 都是什麼 什麼電腦設計師啊 什麼工程師啊 而且規定還要大學畢業 那你是怎樣 你要刁難什麼 對郭冠英可以想盡辦法 甚至於說到底有沒有違法 大家都要查 那你都可以幫他解決的 為什麼國道繼承 那時候違法要幫他們解決的話 你是照講你要怎麼 你要幫他們解決的 你不去解決 你幫這樣的一個 陸罵台灣的人 而且被監察院彈劾 又被免職的人 那為他什麼 台灣是都沒人財啊 都找不到人啊 像郭冠英這個人會贏的而已 對不對 而且假如說 剛剛講說他只要一次退的話 那當然說你五百萬 上班五十天而已五十萬 一天十萬塊 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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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月退 一兩月退你放心 一兩月退兩千萬 一天你還付四十萬 所以馬英九也這麼說 你們要路過 用這個來去告這個告那個 民怨怎麼能夠不沸騰 這段新聞在這裡 休息一下後團結尚 謝謝 各位朋友 前有郭冠英 後有謝其大 隨著 今天我們又看到謝其大 又做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對沒有錯 根據媒體的報導 聽說謝其大也生人 謝其大我們就知道 他之前在中國那邊住十年 是 那結果呢 他現在在台北市 做這個專門委員 有公務委員的身份 結果去中國那邊 我不知道他去做什麼 結果剛好人家 鳳凰衛士 報告媒體報導 鳳凰衛士 邀請他上節目 結果在節目裡面 又罵了又開罵了 當然他對台灣很多的 學運啊什麼 有很多的看法 就對了 重點是在這裡 你有簽勞務報酬 你有在那裡通告費嗎 有啊 你上節目 領一個請賣費 這是正常的 我們認為是正常的事情 根據 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 是不可以的 是 因為你是公務人員 你搞清楚啊 你不能兼職 不能領其他的酬 還有 你有報備嗎 雖然或許你是專門委員 你用記號任用 所以你說你可以不要上下班打卡對不對 可是你到底有沒有跟台北市長好龍兵報備 有沒有經過 不是請假而已 要報備啊 你要上節目要幹什麼 要請 不是你說的說 我會跟請假要去那邊而已 你有沒有讓台北市政府這相關的單位知道 如果此例一看 他說通告費要錢太少 所以不順勞 沒有 你在台灣 林煌 在台灣做公務員 爽領 一年不到 要爽領每個月六七萬 去到中國 他在中國賣台灣 我們還有 台灣人還要付錢給他 當然不可以啊 我不管他去中國有沒有罵台灣 他去中國 像談話性節目領了通告費 就不可以 因為公務員服務法裡面規定的清清楚楚的 公務員不可以兼差 雖然你這個不是長期性固定性的兼差 但是你有領了通告費 因為公務員 連上個電視都要跟長官報費 要得到長官的許可 謝謝你有沒有跟好龍兵報費 還是好龍兵准你去到中國 去罵台灣的學運 那如果是的話你就公然講出來吧 我覺得你們那麼愛中國 就去